我想到《风暴》里有一场戏 是情绪很激烈的一场戏 我记得您说那场戏 是一开始朱一龙觉得自己没想明白 想跟您讨论 这过程它是这样 因为我那天一龙他休息 我得拍 然后回来收工很晚了 然后都说咱明天这样中场戏 咱们说说吧 因为这一场戏是整个人物的 剧情的一个起程转和的一个点 我也是非常警惕那场戏 我就说那这明天吧 明天花生天赋怎么办 咱摆着摆着这场戏 实际上那天当天晚上我就开始滑了 因为每一场一场戏很长 因为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你会做这个情感线 不会演戏的演戏 会演戏的是演人 是演人后面的那个东西 所以当然你这里也有一些个 对镜头设计的一些想象 然后我跟一龙就转天就商量 就说就弄了 他说了一些其实不在台词上的话 对 然后我教了我说 把台词扔了不管了 随着你的心走 随着你的情感走 对我觉得就是让情感带着你 所有对白都是参考 一龙那样戏演得特别好 情绪特别饱满 自豪啊 然后跟父亲这种思扯呀 然后这种情绪啊 原先老红本来是剧本里有这么多一段台词 他讲这个铁道兵的历史 孩子在发现 在吐槽 在说父亲 如果父亲在同样的在说那什么 这个就矫情了 就在丞相就不好看了 所以在那个调动那一瞬间 我也是激烈斗争 我说不说 我张不张嘴 后来我想我一字都不说了 结果就最后点了一下 就是这样呈现就没说了 此时无声胜有声了已经了 都在里头了